各位,我是雷志華 有時我真的懷疑 特朗普和蓬佩奧是否有過度活躍症 他似乎走不下來 十分忙碌 沒有事就找事來做 現在大家都知道 他剩下來的任期 可以說是時日無多 剩下只不過幾個星期 但這兩個人似乎還是喜歡搞三搞四 還不肯讓自己停下來 他們除了針對中國之外 近來他們 特朗普方面應該向拜登進行權力交接 但特朗普竟然 利用這個交接的工作 在這裡玩東西 在這裡作弄拜登 在這裡刁難拜登 在這裡幫他製造麻煩 最近有報導 五角大樓 把國防方面的權力交接突然暫停 這個暫停 是否意味著特朗普想搞一次軍事政變 還有日前 蓬佩奧半夜三更醒了之後 突然發了一則貼文 說香港現在等於第二個東柏林 從這一則貼文 我們看到些甚麼呢? 今次我這條短片 又想說一下特朗普和蓬佩奧的兩個人版 好了 在我未答正題之前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 免費的呂志華聲音雜誌頻道 還有按鈴鐺 給我一個like 以及把這條片講傳出去 多謝各位 拜登成為下任總統 可以說已經成為紀令的事實 怎麼改都改變不了 但是蓬佩奧和特朗普 這兩個人真是難興難递 到現在不達他們是死不分輸 他們還在利用他們的職權 在搞三搞四 日前 五角大樓突然宣佈 暫停向政府移交團隊作出簡報 特朗普方面 他們的代理國防部長米勒 他表示 雙方都同意了假期間暫停這方面的工作 不過 拜登政權交接團隊發言人阿拉伯韓 他表示 他們雙方根本沒有同意過這一點 和他亦說 根本是很有限的合作 換言之 就算特朗普向政權移交團隊作出簡報 他們的簡報都是相當有限 由此可以看到 根本特朗普現在 心不甘情不現地進行移交 甚至借著聖誕假 暫停這方面的工作 聖誕假24日才開始 現在只不過是20日 我便不知道 為何他可以隨便提早多日放聖誕假 特朗普現在的做法 是否想醞釀一次政變 是否想試探現在的代理國防部長 對他是否忠心 較早前 前國防部長艾斯培已經被解僱 原因就是他不聽特朗普的話 今次會否是特朗普試探這個新的國防部長 任期只不過只有一個月的國防部長 是否效忠自己 我估計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這個國防部長會否真的完全聽從特朗普的話 甚至特朗普要求他發動軍事政變 他都會聽 那我就覺得絕無可能 換言之 特朗普現在只不過是在玩玩 他是想故意刁難拜登 想令到這個交接的程序 越拖越慢 到最後 等拜登接手的時候 搞到七角那麼烈 這就是特朗普的目的 我相信未來四年 特朗普絕對不會讓拜登有任何好日子過 現在特朗普是否焦點轉往整股拜登 去針對拜登呢? 又不是 他對中國方面 仍是念念不忘 他現在仍是死心不惜地對付中國 除了近期不斷增加對中國企業的制裁之外 最近蓬佩奧又推出了一則貼文 他就說香港應該釋放那十二個門徒 那十二名潛返大陸的門徒 他也說香港現在已經成為另一個東柏林 他說這番說話 裡面是代表了什麼 我們先不要說 我先看看 他這一則貼文是何時發的 那原來蓬佩奧這一則貼文 是在十二月十九日早上四點四十三分發出的 那大家都知道 凌晨四點四十三分 應該都還未天亮 那換言之 所以蓬佩奧可能那晚就失眠 那他失眠一醒醒之後 他第一件事 他不是去拆牙洗臉 他不是去看看他的手機有沒有WhatsApp 他是第一件事 就立刻發出貼文 是針對中國 那猜不到他半夜三更一閘醒 都是想著中國 都是想著怎樣對付中國 那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患了呢 他就是關心中國症候群 他實在太過關心中國了 那他不但一日三餐 上廁所、吃飯都掛著中國 甚至半夜失眠一閘醒 都是想著中國 所以我們作為中國人 真的很感激 有一個這樣的美國人 對中國竟然這麼關心 那好了 這則貼文裡面 他就說 香港政府是應該釋放那十二位門徒 他們是因為要逃離暴政 爭取民主自由 甚至就說 香港現在已經成為第二個東柏林 那究竟東柏林是什麼地方 大家都知道 根本就是德國以前 分裂成為東德和西德 而兩個地方 中間就有一個柏林圍牆 柏林圍牆以東的就叫東柏林 柏林圍牆以西的就是西柏林 東柏林是一個鐵幕國家 當時東德很多人民 他說為了追求民主自由 所以就逃去西德那邊 他現在就把香港當作第二個東柏林 原因 蓬佩奧就說 現在香港特區政府 阻止人民去到其他地方 去到其他國家 追尋自由 所以他就把東柏林等同於香港 這則貼文 蓬佩奧又是再顛三倒四 又再顛倒是非 其實大家都應該知道 根本那十二個人 不是因為追尋什麼民主 什麼自由 所以去到其他國家 其他地方 根本他們是逃犯 他們是畏罪潛逃 其實現在一直來講 香港哪個人想去哪裏 特區政府都完全沒有任何阻止 大家拿著一本護照 買了機票就可以走了 跟當年東柏林 大家就是越過柏林圍場 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所以蓬佩奧是很喜歡說謊 這些逃犯如果逃去其他地方 那麼香港警方當然要通緝 還有你們逃入了中國國境 中國海警也應該去執法 所以蓬佩奧不要再顛倒是非 顛倒黑白 還有一件事實分可笑 當時東柏林 是一個鐵幕政權 是一個鐵幕國家 人民沒有民主沒有自由 但是今天的香港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區議會 立法會選舉 甚至我們的特首 都是選舉選出來的 還有香港現在的自由度 是全球第一 比你們美國更自由 那怎麼會成為另一個東柏林呢 我相信美國似東柏林 比香港似東柏林更多 還有當時很多東德國民 他們逃往西德 是因為當地的經濟很差 人人吃不飽 穿不暖 但今天香港大家可以看到 個個都是安居樂業 雖然現在疫情影響 但政府已經有很多援助措施 大派金錢 當時東柏林有這樣做嗎 甚至當時德國西德都做不到 所以蓬佩奧不但隱喻失意 甚至他完全是不了解香港 就啟動胡言亂語 我相信那晚他失眠 可能精神不好 他的腦部細胞可能是有點毛病的 還有 蓬佩奧說香港的十二門徒應該是獲釋的 那孟晚舟呢? 那孟晚舟在加拿大應不應該獲釋呢? 那為何你限制了人身的自由呢? 你不去管理國家的事情 你走去管香港的十二個逃犯、十二個門徒 你只是看到十里以外 人家鼻歌那一顆微塵 你就見不到你自己鼻歌上面 一塊巨大的倉巴 這些就是美國政客所作所為 剛才我說了 蓬佩奧半夜失眠 而且經常對中國方面胡言亂語 那我就懷疑他真是思想細胞出了毛病 那我就相當好心的 那我就想著和蓬佩奧收拾 收拾中藥 這一劑中藥是用來醫治思想細胞出現毛病的 首先就要連縫一個 可連蓬佩奧一個 接著要拿一堆狗幾 然後再加回五兩 美國花旗武良心 還有一堆大話梅 接著就把這一堆食材 放進鍋裡 天天地煲 天天地煲 記住三碗水煲八分 只要你天天喝 我相信一路喝到你 沒得混合那天 是沒得做國務卿那天 你的病自然就會好 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 各位 今天